主持人 財委員 候選人 莊老師 各位師長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感謝各位波榮來參與我們臨委會舉辦的校長候選人的說明會 在這裡我們首先要特別感謝影音實驗室以及政大之聲協助來做同步轉播以及全程錄音錄影的工程 那我在這裡簡單說明一下說明會的進行方式 首先我們會進行的是候選人的簡報時間總共是30分鐘 在時間結束前一分鐘會有一響鈴來提醒 那時間到會有三響鈴 接著就進行意見交流的時間 那與會人員提問的時間是2分鐘 候選人答覆的時間是5分鐘 同樣在時間結束前一分鐘會有一響鈴來提醒 時間到有三響鈴 那意見交流的時間如果沒有人提問的話 那我們說明會的時間就會提早結束 那現在請各位將手機調為震動或者是關機 以上謝謝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這場說明會是為校長參選人張一席教授 我們張教授的學經歷等一下他自己會介紹 他的致校理念也會向大家做明 這都不是主持人需要做的話 主持人只是說幾次天長 不要做 我們現在30分鐘的時間請莊教授來做報告 那麼大家有疑問的時候等一下才閉問 中間不要打斷 謝謝各位 財主持人 財主持人 各位委員 各位師長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今天呢 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呢 能夠在這裡 來表達我個人 參選參選這次校長選舉的一些理念 希望呢 能夠跟大家一起來共交為 那麼我參選政大校長 一個很大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要讓世界看見政大 那麼一所偉大的大學 一定要讓世界看得到 我們回顧人類文明的發展 科技可以是說 我們人類整個發展 能夠進步的一個最大的動力 但是 我們也了解 整個人類的文明之所以 能夠持續跟維持 可能更需要人們的引導 而以一個國家的發展來看的話 我個人是學經濟發展 他整體的競爭力就在人 你再好的科技 再好的機器設備 再多的資金 如果人不對的 那就沒問題 而人的培養 最重要的就是在高等教育 因為他涉及到整個尖關的 學術跟科學的學習 而高等教育 就我個人來看 他除了知識的傳承 所謂傳道、授業、解惑 這些方面之外 我認為他更重要的是 社會的中領理主 是社會的良心 而高等教育的存在 更要時時刻刻的思考 他能不能緊接現實社會的問題 他不僅僅是在研究社會的問題 而是還要解決社會的問題 甚至告知我們未來社會是怎樣 什麼才是正大的傳統和核心價值呢 所以回過來我們看一個高等教育的發展 我們正大的傳統和核心價值是什麼 那我個人認為 武士運動的命名者 也是我們前正大的交易長 羅加隆先生 他主張 政治大學應該司馬 倫敦政經學院 LSE 跟法國巴黎的政治學院 Science4 切立以黑裔國家領導人的辦學圖標 這一句話我個人認為 他具體代表了震盪的傳統和核心精神 因為他具體的呈現在三個面向 也就是一所偉大的大學 像政治大學要成為一所偉大的大學 他應該是一所世界文明的大學 像LSE 像Science4 第二個政治大學 他必須要跟國家的發展 跟社會的需求相結合 就像LSE 像Science4 政治大學 他更要培養應有的領導的人才 就像LSE 像Science4 我們現在大家有個迷思 政治大學的排名好像一直在直直弱 那當然我們要去檢討 那當然要去玩那樣的遊戲 必須要知道它的遊戲規則 這個遊戲規則是不利於人物社會科學的 但是你還是可以要玩那一套 可以知道它那些規則 然後還是有一些技巧 但是我個人認為更重要的 我們要去發展我們自己的特色 跟我們的核心價值 如果我們的特色跟核心價值 你能夠被大家都看到 政大自然是一所文明的世界大學 你不會因為它的排名在近平 有人會去看 有人會去看 想說你如果去看 他在中二型的大學排 他是排在後面呢 但是會因為這樣 而減低貶損了這兩所偉大的大學 在他們國家跟在這個世界上 會扮演的角色嗎 不會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有這樣的一個理念 來規劃 來推動我們投點教育的發展 以及政治大學做為一個表算 因為政大是一個 以能穩社會科學為主打的大學 我先來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的球學算順利 從台大、清華、倫丁政經學院 到1993年 起了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協會 我們的指導教授有兩位 諾貝爾獎的登主 我回國1994年我就來到政大 一直到今天一直都在政大 我人生只有一個工作也就是在政大 我未來也會在這裡退休 我的醫生也會貢獻給政大 因為政大就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 教育就是我的志力 回到政大以後 我就努力自立回到自己的國家 學的是經濟發展 我覺得我應該自立如何 將台灣的發展經驗 學術能夠國際化 所以我所發表的文章 都是談的是台灣的經驗 那我在國內發表 更多的是在國外發表 台灣的經驗是大家想要看的 但是絕對不是follow西方的經驗的經驗 而是由他獨特值得學習的台灣經驗 那麼也因為自己研究的成果 所以我在1998年的2月升等為教授 那麼我的志向一直都是希望 在研究的領域裡面 將台灣的經驗國際化 讓國際讓世界能夠看到 台灣的人物跟社會的價值 當然往後我也多次的有機會 到世界的著名的一些學府 包括喬治人大學 哈佛大學 柏林自由大學 研究以及講學 也大大的開過了我的視野跟國際的觀察 知道怎麼樣才是一所 所謂的世界著名的大學 那麼在2001年跟2002年 很有幸的有這個機會 能夠來從事教育的行政工作 除了自己的教學研究之餘 還可以做一點公共行政的服務 那麼我擔任了校長的特助 那中間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也就是學術研究 推動小組的召集人 在那個時候 政大政面臨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結構型的轉型 什麼樣將他能夠更致力研究的能量的發揮 那麼我們就召集了 各個宴系所 一批有事之事 幾乎涵蓋了各個宴行 各個宴行 那大家一起共同的密集來開會 在短短的六個月的時間 開了無數次的會議 最後我們分別研理了教師的 評鑑制度相關的基本系校評論 新進教師的獻起升等 研究學術 研究國際化的獎勵 這等等的政策 而且在校務會議裡面 取得大多數的票數同意 通過實行 這十多年來的發展 或許在整個過程裡頭 還有會增完善之處 但是他也適度的帶來壓力 我們也可以看到整個研究能量的成長 正面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但是回顧過往 我們也能夠體驗 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許多不增不盡完美之處 這正是我們下一個階段 更要積極去做檢討和改進的 也是我們發展的重點 這也是在我的報告裡頭 也非常難點出來的 那麼接下來也很感謝有這個機會 我一直都覺得 我們做學術研究的 當然可以在這個領域好好做 做一輩子都沒有問題 但是能不能有行政工作 我覺得都非常的珍惜 因為那是一種工藝修行的一個價值的體現 能夠有這個機會 工藝好修行 我也一直都覺得 能夠有這個機會 服務公職就是我人生更大價值的報費 所以呢 我在2008年到國際合作事務處 就是國合處擔任發展社交組的組長的工作 來推動整個國家整個大學 在國家要面向國際化 大學做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主導的力量 來推動跟著名大學的國際合作 除了資本跟韓國比較近的亞洲的著名大學之外 像早稻田大學 像京都大學 還有像銀士大學 像這個首爾大學 還有高麗大學 之外在歐洲呢 我們大量的去擴展 我們跟歐洲的學術 著名的學術 左往了慕尼黑大學 波昂大學 海德堡大學 漢堡大學 柏林自由大學 洪堡大學 維也納大學 法國巴林 法國的里洋大學 像這一些呢 也陸陸續續的完成了一些 協助交流合作的協議的前提 也可以看出來在國合處的推動之下 我們的國際化呢 迅速的發展 那麼現在呢 我們的國合處的校群呢 已經有兩百六十幾所的前面校 包括了世界的五大眾 我們現在自稱是日不落正大人 你都可以在任何的角落 冰島也有我們的 南輝也有我們的前面校 都可以看到我們的正大人 在那個地方 興起的血洗跟 將他的這個國際的事業破壞 那接下來我也很有幸的 擔任的 經濟系的系主任 並且也兼任社會科學院的院長 那麼有建議 學術發展的國際化的需求 推廣英語授課課程是必然不能少的 因為只有英文授課 你才能夠把國外的外籍學生引進來 雖然我們說 當然希望他來學習中華文化 但是這些短期的交換學生 他不可能有很好的以文訓練的就業聘 所以呢 你必須要有相當的英文授課 讓他們帶進來 但是也因為這樣 我們可以走出去 也因為這樣 我們就可以跟人家簽約 也就可以送我們的學生 到更多的地方去 留學、交流 更重要的還有一個 mission 大家可能比較少強調的 英文授課程 因為英文授課的存在 讓整個校園的國際化 讓我們的校園有更多的國際的學生 有更多的課程是 國際跟國內的學生在意外 換句話說 讓這些沒有辦法 可能是因為家裡的因素 或個人的因素 可能因為財務的因素 而沒有辦法到國外去 接受這種國際環境的學生 可以在正當享受國際學習的環境 這個是英文授課所帶來非常重要 在校園裡面這樣的一個國際化園量 所以有建議時 那麼我就特別跟系上所有老師進行溝通 大家理念上來思考英語授課的重要性 那麼取得了大家的共識以後 我在系主任的任內就推動了英語授課 一些年就增加了十九文課 英語授課 把所有的必修課 都同時有中文授課跟英文授課 讓學生可以自由選擇 也因為這樣的鋪層跟這樣的結構 使我們可以往後跟紐西蘭的這個 跟澳洲的昆斯蘭大學 牽得雙聯的協會 這個經驗我覺得是可以跟其他的系所來共同分享 那麼當然在社會副院長的任內 我也同時來負責頂大的計畫 來推動頂大的計畫 我們都知道 學校拿的錢不多 我給各位的數字 兩億的經費 但是給九個月 只有一千兩百萬 那業要做多少事 每一分錢我們都把它做最好的利用 學經濟的 就是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之下 做最大的效益 所以呢 我們推動國際化的平臺 等一下我也來介紹一下 在院裡面推動特別深 院長任內 在2011年 那麼我也收到請院老師的支持 應選了社會院的院長到現在 那麽我的人生觀 就是教育是我的職業 正大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非常感謝有這一塊土地 來孕育我 成長我 涵養我的能量 而我一直也認為 從我過去在校級 宴級 系級的經驗 我認為能有機會為大眾公益來做事 是一種福氣 你只要把你的私心拿掉 你只要為了公益進去做 你會發現事情會越做越順心 越做越容易 你會取得著大家的共識 你會更容易來執行 所以我的破例跟執行力 不是蠻力也不是恨力 而是在這樣的大家的一致的群色群力之下 所展現出來的具體的能量 亞當斯密我們經濟學院的先驅 他的國富論跟他的道德情操論 兩本書如果結合起來 他基本上給了我們現在資本主義 一個發展一個當口當喝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引導 他說謀求自己的幸福 智力必須神聖跟節慈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的虛心商比那麼多 智力的追求到瘋狂 沒有節慈 沒有神聖 然後破壞了所有的環境生態 也是因為沒有節慈跟沒有神聖 但是謀求他的幸福呢 如果有機會來服公子呢 那就必須還有正義跟慈悲的幸福 兩者不可少 他還有很大力 如果你說正義沒有慈悲的幸福 你會是一個充其量只是一個酷力而已 如果你有慈悲的幸福沒有正義 那你也只是一個好好的人而已 但是要兩者兼備 我覺得是每一個人都要去修行的 所以在資本主義目前的貪婪的情況之下 我個人認為這也是唯一的出路 必須要調和智力跟公益 這兩個才能夠成就整個社會能夠和諧跟共善 我們大學教育一個很大的目標 我們大學知道就是在追求正義 在實現正義追求在自由的學夢之下 追求正義然後呢 創建一個共產的社會 這就是我們大學的力量 那我覺得教育就是最好的一個行業 它可以體現很大的利他跟公益在裡頭 所以我非常慶幸 也非常感恩能夠在教育這個行業 更感恩的是能夠在正大這個 這麼充滿的人文社會氣息的感覺 那麼我從2011年8月到現在 我又連任了第二屆的院長 那麼三年多來 社科院的院長做了什麼 我想這個是可以讓大家公開來檢測的 那麼我積極來推動教學跟研究的國際化 剛剛講過 國際的雙年協會 還有國際的下日課程 一例的教學 帶進來左翼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麼我們一例的教學 在下日課程 那麼首先當然從香港 就是這個周邊裡面最 國際化最快速的 最近的學校 包括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還有香港的教育學院 從一路次的 陸續的到我們正大來接受 我們專門為他們設計的 每一個學校都不同的需求 來設計的這種所謂的 一例的教學的課程 然後還有呢 英文授課我們正大呢 現在已經社會語形式全校 英文授課最大的語學院 每年開設100個英文授課 我們今年新創了應用經濟跟社會發展的 英文授課學程 現在的IDAS IMAS 就是英文授課研究的授課學程 再加上我們應用經濟的授課學程 鋪陳了整個社會院的國際化平台 同時也鼓勵各個系所 能夠透過這個平台來國際化 那麼另外呢 各個系所平定了他們的頂尖期刊 這些頂尖期刊不是系所說了就算了 列出來然後送給電視級上的學者去認定 這些是不是真正這個學能的頂尖期刊 認定了之後 我們把所有系組的頂尖期刊一起 現在畫在我們的網上 代表了整個社會科學院追求頂尖的一個企圖 跟我們的目標 現在已經有好幾位的同仁 這次我有看到我們在申請又有同仁的申請 頂尖的起刊又有我們的同仁登在上 這就是我們追求學術研究的標題 那另外呢 為了老師的投稿還有英語授課怎麼 一個中文教師怎麼去英語授課 還有學生如何來用英文的寫作 這一些呢 我們都陸陸續續的開出一系列的 這個研習以來幫助大家 另外一個我覺得 在現在全球化經濟區域整合之下 單一的專長已經沒有辦法再去符合 能夠來解釋或是來強化一個人的 國際移動力跟競爭能力 也就是說就業能力必須要有跨領域的能力 所以我們在推動社會科學統整能力 這樣的一個跨領域課程 社會創新領袖的學生 那麼今年更進一步 跟我們的EDD program 就是英文社會更進一步的結合 那麼我們今年招收了47位的學生 平均呢是66級文 英文呢都是15級文以上的學生 因為太多了 我們只能做這樣的三選 未來我們希望把這樣的一個概念 不僅僅在社科院 我絕對不希望把它變成一個階級化 或是一個小數人的東西 我們只是做一個實驗 希望這個實驗能夠延伸出去 從院再到其他院進一步的結合 這些課程包括了全球化與國家發展 包括了科技創新與社會發展 包括了多元文化跟知識經濟 包括了力能跟有序的發展 包括了社會創新與創造力 這樣的課程誰會教 一個人教不了 都是三個以上專業不同學們名義的老師 一起來教 我們集社科院一百四十位師資的陣容 提供這樣的課程給我們學生 我們希望也把這樣的課程介紹給政大 所有其他的學院 那另外呢 跨林醫院研究團隊的勤成 我們社會科學有 政大的社科院是最大的 台灣最大的社科院也是最多的系統的社科院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工型公務型財政抵政還有專班 還有我剛剛提到的勞工所 社工所以及國家化研究所 還有剛剛講的這三個 國際化的學生平台 這些都是在社科院底下 他是有這麼多元的這樣的資源 我希望能夠提供給不僅僅是社科院的學生 那麼未來可以有更多的跨業來合作 所以我們研究團隊也是一樣以議題為主導 我們最近的議題就是台四代的公平正義的機會 從政治的角度 從經濟的角度 從社會的角度 不同的研究群 大家一起來共同來研究 那麼為了鼓勵跨林醫的對話 我們也有社會科學前衛課理論壇 還有跨業總體跟幾個研究有對談過 就是台灣經驗怎麼國際化 用跨業的角度來看 台灣的經驗不僅僅在政治經濟社會的各個層面的發展 我們人文的 宗教的 文學的 都有他的很深層的意涵在那裡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社會的關懷跟實踐 是非常重要 就是整個高等教育不可能跟社會脫解 而且我們要關懷我們的學生 我們讓學生能夠提早到企業去實習 但是這個實習不是跟一般的這種企業實習 我們是到這種比較未來性的企業 或是社會企業或是公益的企業或是當志工 這樣讓他們能夠更廣泛的接觸 更能夠懷抱人母的關懷給這個社會 那國際的教育創新鼓勵老師從事公共的研究 希望老師能夠做的研究 能夠apply到整個政策上面 那麼資源的分配的整合 那麼彈性的協調制式的教師非常重要 現在由業來做整合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專門在做整合 我們把學校拿到的系所 怎麼樣公平的分配有各個系所 那麼哪個系所他要缺額的時候 我們能夠即時的補充他的師資 讓學生的受教學不受到影響 像我們社會系去年就拿到三位 我們政治系今年聘到兩位老師 在過去是不可思議的 不可能有個系所可以這樣子來補充他的師資 但是有這個需要 有這個需求 因為大量 當一個系所有大量的教師移退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這個狀況 你就要去思考怎麼樣 讓他的專業弱 那另外在經會裡面分配 還有什麼評鑑老師升等 不公不義的升等的現象 不可能在我們這個院再出現 我敢這樣保證 沒有啊 每一個老師能夠很客觀的知道 他的評鑑在哪個地方 也客觀的知道他能不能過 也知道他能夠怎樣 不會受到外力的不大的干擾 那分配上的準則是公開透明化 我們一套計算的公司很清楚 怎麼分配 大家呢 現在我分配前是最簡單的 為什麼 大家最暗頭囊囊 分配的公司沒有意義通過了 所以不管是人 事 都能夠順利的來推動這樣的進行 當然也提供一些文康的活動 給我們的這個老師 能夠強化他們的這個在工作時期 有個休閒 另外也能多一點教育 另外 學生官網網網 我只要強調這個也非常重要 學生才是整個教育的中心 所以呢 我們可以推動官網網 希望這個中心可以推動到學校 因為你當我看到那樣的一個新聞 特別是在有人自己社會院裡 到我當任副院長的任務的時候 學生我就不好說那一系 從16樓就往下跳 結束了他 遜難寶貴的生命 心裡有多痛 這種痛是教育者的痛 我不希望這樣的事情再發生 我希望能夠及早的挽回他寶貴的生命 在這個過程裡頭 只要救一個我就算一個 所以呢 我們學生官網網網 需要從同學開始 你不是要等著他來諮商你 他有問題他來找你 會找你就不會有問題 往往是那個根本就沒來找的 出大問題 那這個我們要求 是重子寫著 我是關懷大師 給他專業的技能的學習 志工的學習的認證 讓他變成一個關懷的種子 普遍下來了在整個鄭喀的校園 他們就是非常重要的幫我們學校 來 關懷寫著 也建議他對同袍的愛 對社會的關懷從校裡做起 那當然還要跟家庭跟施桑 形成一個強大的一個三角的一個寡 來保護這個學生 讓他能快樂的學習 當然更重要的是信、宴、校藥一起配合 提供必要的硬體跟隆體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時間關鍵的 我們一些國際化的一些國際的 包括了跨國的、也包括了沿岸的 這樣的一些國際會議 還有我們的下日課程的學生 還有我們這個所謂International Village 把我們的師生跟老師跟本級生、外級生 一起在一塊不定時的經常聚會 大家互相來交流、來學習 那我個人認為大學這裡的最大業績 就是學生才是核心 要以學生作為我們整個思考的核心 要設計我們的課程 要讓學生能夠扎扎實實、津津 心死死的寫實 當然要尋溯什麼樣的政大人 政大人應該具備的品格跟格局 是什麼 我們都要好好的去討論 我們都必須要把我們老師的熱忱 搖晃回來 我在校裡面看到了很多的老師抱怨 很多的老師不愉快 不高興正待你自己生 我看了很難過 我希望這些老師都能夠回來 我們的教師的研究 要跟社會能夠發生連結 我們的行政必須要有效力 必須要克服這些不當的法規的限制 那重要的是我們要人文關懷 跟專業創新是國際視野 只有人文關懷的專業創新的學士 你才能夠有全人的教育的行為養產 只有人文關懷的國際視野 你才能夠是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光明 只有專業創新之下 有國際的視野 你才是一流的理秀人才 想在這樣的一個氛圍之下 而且create 我們政大為什麼是一個偉盪的大學 那麼我覺得個人 覺得校長都需要欺負這些人力 那這些人力我覺得判斷他有沒有這個原因 不是在那畫大餅 就看他做了什麼東西 做了什麼事 可以受到大家的公正檢測 那我的學術受到兩位諾貝爾獎 1992年跟95年的諾貝爾獎的 肯定跟鼓勵他也把推薦過來 拆開這次的進行 那麼我的劫心一定會努力來實行 讓神醫師的民族能夠落實 讓校園裡面能夠充滿方的幸福 我們的英心改革之道 我們也會一一來進行 那我想等一下會有一時間 這些都會是大家非常注意的問題 也不希望我在這裡解釋 因為等一下一定會有人問過這些問題 那我一定要好好來回答 所以回會要出動 我們要讓政大成為一個偉大的大學 要把這樣的核心精神發揮出來 最後呢 我願意告訴各位 我一定能夠實現上面的這些理念 以我過去的經驗中 習政團隊的效力 那麼引領政大 那麼做出這個目前 這樣的現況 能夠帶來 這個臺灣高等教育的 一個新的方向 謝謝 我這個很尋快的來出席 可是我充滿給提過問題 如果因為你點名 不想因為我本來是在 我們在立地區委員會 有機會跟這個每個候選人交友請教一切 所以我在這裡通討說沒問題 不好意思 不過既然這個主任點名 等一下我發展一下 剛才我們那個專業長 他有提到 我覺得學經濟選人自己 可能對我們其他科系 更有啟發的作樣化 因為經濟本來 整個財經這個學問 常常是在追求這個利益 那也不了了 不過就是說 他講到了從那個智力跟這個公益 這是這裡的觀點 來看 目前國家出席很多問題 可能是在這個地方失衡了 那我在想說 那如果同樣的觀點 本教育是有蠻多問題的 本教育的問題裡頭 不曉得有沒有哪些問題 可能是從這個觀點 可以解釋得同的 這個利益失衡了 那失衡的話怎麼辦 我們大概就學調整的話 在調整的過程裡頭 必然是很辛苦的一個互動 可以遊說 還是爭取信任的經濟的過程 那我想你看到我們學校 最近期的大問題 是哪個是這個失衡的問題 我剛剛也提到過 非常謝謝 先感謝這個銀文言 前幾場都沒考驗 這一次特別太緊口 那我想 我提出來這個智力跟這個利益 哪個公益的結合 事實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在失衡門裡面當然有困難 因為他追求的利潤為主導 因此我們看到黑心 也就會是地藍的 你不要把他看成是人性很惡 在那樣的一個制度下就會這樣 所以要去強調這個公益了 所以我們就看到公部門無人 我們就看到公部門現在真的很難 當然也因為現在面臨的環境 已經不像早期的環境了 那政府他很難什麼面面俱到 那失部門又會貪婪 又會執照自己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頭 你就會發現 所以我們現在強調第三部門 第三部門絕對不是一個慈善事業 但是他一定是一個公益的行業 但是他又要有智力的這樣一個動機 這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歷練的過程 我想我們臺灣在第三部門這一塊 已經起步了在華人裡面算是數不數的 那怎麼樣從這樣的一個時期 上一次我到LSE去 也跟他們談了一個研究的方向 就是說以臺灣作為一個實驗的基地 來看當公部門跟私部門失衡的時候 那麼第三部門怎麼樣撐起這一塊橋樑來駕接 那麼這個駕接可以來給我們有一個新的啟示 對於現代資本主義 人家說為他崩潰 但是不應該是崩潰 也有人主張資本主義到4.0 到一個新的進化 那這個新的進化 他就點不出來什麼 我覺得就是在怎麼樣把公益跟私利結合這一塊 回過頭來講我們自己 我們當然智力 這個情況下我們自己的發表文章 可以對自己肯定 那當然是智力追求 但是不要忘了教育 作為一個老師傳道授業解惑 他的教學的影響 事實上是公益 是一種利他 那這個沒有比其他行業更值得來肯定 他的公益性是最強的 那為什麼我們老師一來也不快樂呢 我現在最大的原因就是 我們整個制度沒有給老師應有的肯定 讓他失去了這樣的熱忱 讓他只是應付式的來應付你的要求 所以我們要把這樣的熱情換回來 很重要的 我覺得福底最重要 這是我認為校園裡面最重要的一項 就是要把老師對教學的熱忱 換回來 要把這些老師 我最近走訪好多個老師跟談 有些老師一下來就跟他談好久 我都非常的感動 工作超過三十年的 無焉無悔的在那邊付出 晚上都還留在他的研究室 我以為是一次好幾次 我只是Randon 我們精進起來 Randon Sampling 我發現他都在 像這樣的老師不是沒有 但是呢 三號他已經沒有那個熱心熱忱 他只想說 我把我自己的那一部分做好就好 你知道嗎 當我聽到說 他的理念 然後他有那麼多的想法的時候 我說 你有做過行政工作嗎 他說 沒有 我心裡很傷心 為什麼 我說政大對你 因為你有很強的行政的能力 但是為什麼他沒有當 突然他告訴我 他不是左右 他是被排擠的 為什麼被排擠 就是因為他說真話 追求正義 就我剛剛講的追求正義 你是被排擠的 如果他今天能夠做到行政的工作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把他的細物做得非常好 一定會會到我們的學生 我們的老師 所以我跟他講 政大對不起 但是 但是他很坦然 他認為 他要把後面的幾年 退休之前 好好去寫幾本書 他說規劃好了 聽到我的話 他說他可以更放心的去做 我想這個大概就是 在校園裡面 我們一定要把這項的能量展現出來 匯析出來 政大可以也不一樣 謝謝 謝謝 我們還有哪一位要繼續有什麼放棄 社會系 我是社會系的教授 社會學 強調的是 就是物質基礎 就像馬克思所強調的一樣 我們社會學 在馬克思的教導之下 我也會關心 剛剛方院長所說的 一個國際化的大學 要讓政黨走出去 有想要的名聲 但是我關心的是 這個物質基礎在哪裡 換言之 我擔任校務 這個校務委員以來 我了解到政大在 就是說每年預算 是有赤字的 然後 我們的校務基金 也有些問題 那因此 我請教莊院長 如何做為一個校方領導人 那你要如何去解決赤字的問題 以及如何監督與執行 這個校務基金 不要再發生堅守治療 這樣狀況 謝謝 那麼我想這個是 學經濟的 最直接 最能 最拿手的問題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你要怎麼開眼 怎麼截流 簡單的講 那麼截流上面 我們剛剛講說 有一些行政的部分的 一些前置 或是一些行政手續上面 那些是簡單的 我們就可以去做檢討 但是重要的是開眼 比如說經費哪裡來 現在我們的budget 大概21億 那麼整個學校的 學生的收入 就是學費 只佔6億個 所以絕對 是非常有限的資源 但是我個人認為 未來要期望 國家或是這個教育部 再分配給你更多的資源 或是後頂大 以後會怎麼樣 我想我們都不用去寄望 但是 如果按照我剛剛的那樣的影響 我要幫付諸實現 也就是說 你的大學的教育 你訓練出來的人才 出去就是不一樣 那天我還跟廣經系的一個老師談 我們訓練出來的學生 同樣是廣經系 絕對不是去做 跟世青大學 跟民傳大學一樣的 傳播的學生出來 叫做的事情 不一樣的 我們要把我們清楚地定位出 我們訓練的學生 要做什麼 他的社會需求在哪裡 那我們出來的學生 能夠直接回應社會的需求 能夠直接對社會有貢獻 再來 這是學生教育 我們的研究 我們的研究如果只是在追求 期刊上的文章 冷冰冰的數字 但是沒有回應到社會的問題 沒有解決的社會問題 沒有做這樣的一個政策的一些引導 你不會影響社會 你不會有人量的 但是反過來 如果你的政策 你訓練出來的學生 對社會有影響 你的研究 對這個社會 是有貢獻 有影響力的 我很清楚地告訴各位 你這一些作為 都會感動社會 現在 現在你看到有錢人 多的數 很多有錢人 你要讓他錢拿得出來 我看有做行政工作人 都知道 你只要讓他感動 再多的錢出來 但是你不能只做那一次的感動 我只為了一個活動 那當然你可以很簡單地募幾個錢 然後就泱泱資格說 我募到錢 不是這樣 當你把整個大學做這樣子的定位 然後影響到整個社會的時候 這些企業哪一個不拿錢出來給你 因為他看到整個社會的公共政策 是這麼的糟糕 這麼的沒有效益 這麼的無能 如果有一個學校 能夠提供出適當的公共政策 做批判 能夠引導 他不堅錢出來才怪 所以我們要用這樣的心去感動這個社會 這些錢自然就會費錢回來 我們要用取自於社會 用自於社會 那你還會怕沒有資源嗎 但是這必須團體作戰 不是單兵在那邊自己做一個研究 然後我去募款 那很辛苦 我們要匯積所有的研究的能量 找定議題 我覺得 我們要把相關的研究的不同的團隊 大家都集合起來 討論政大要做什麼樣的社會議題 什麼樣的議題可以大家不同的團隊如何合作 把那個agenda射出來 我們現在研總只是一個空殼子 未來要怎麼樣讓他能夠 匯積我們整體的研究能量 將社會的資源引進來 那麼活化我們整個人校園 我想這個能力也會是非常大的 那這個就是作為一個校的最高領導人 你必須要有這樣的視野 你必須要有這樣的統整能力 你必須要有能夠去協調大家 一起來完成這樣的一個神聖的使命和工作 如果大家這樣 我對這樣是非常樂觀的 我剛剛講過 我所有的理念 大家可以講 那些理念 以我過去的行政的績效跟破例跟執行力 我一定可以在我的任內把它完成 我也在現場請求各位老師的共同見證 我們一定 但是不是個人力量 一定是極重人的力量 我對政大有非常大的信心 我深信只要我們方向走對了 人也找對了 那麼我們絕對可以達成 這是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大的思維 當這些錢都不是問題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怎麼樣去把這個錢 好好的花在我們的教學環境上面 怎麼樣把這個校園建立得更加的美麗漂亮 那每一個老師在這裡都能安靜 熱眼 安生利益 謝謝 還有哪位要發言 主導教書您好 我是校長林秋文 會學生代表的大千 那這邊想請教您一個問題 因為在剛剛的滯銷裡面就是 聽到您談比較多可能跟學生關懷 還有這個就是校園的一些建設 還有您自己個人的理念 那我這邊比較想請教的是 因為你對校務其實有長期的關注跟了解 所以我比較想請教的是 近幾年其實政大有很多新的校地 還有新的建設 還有新的工程一直在進行 那花花香指南山莊的規劃 這部分因為剛剛比較沒有提到您談到 就是這種物證方面的規劃 所以希望想請您再多說明一下 謝謝 我天天當我在逛校園 我都在思考這個校園怎麼更美麗 怎麼更具有人文的氛圍 第一個我想大家最關心的 這個輪車一定要分離 現在這個現象絕對要檢討 怎麼會整個校園是這樣子 車子跟人在那邊混雜 而且還可以持續這麼多年 我想一定有非常多底層 學生跟老師抱怨的聲音 能不能解決 我天天在想講這個問題 走在校園裡面 可以的 你一定要思考怎麼樣 把人車分離兩邊 從兩邊的車進入 我在看那個動性有沒有可能性 是有的 這個當然還要再進一步了 有機會的時候進一步 當然有這個機會 當大家服務的時候進一步去思考 整個校園要進空的 要讓整個是徒步區的 那麼整個校園的氛圍一定要出來 我們當初那個編總部長 現在是張都包體的局長 他最近推行的一個政策 把這個都更 這個農居地 把他變成一個農金銀行 我覺得就是我們展現 我們的行政人力 影響這個社會 我簡單講一下 這個農金銀行的意思 所以以前啊 你要農居地要增加 政府會給你獎勵 但是你一定要去找一塊公有的 這個都更地來做交換 那這個工作呢 經常就被土地開發的前客所壟斷 他付那個都更的 那個土地的人的錢很少 那麼付給那個建商的也不多 其他大部分錢都他拿走了 這不公不義 這就是土地的不正義 那這個時候呢 編集長推動了一個 就是融基銀行 這就是我們學術怎麼影響到社會去 什麼叫學術呢 由國家來分配這個資源 你要取得這一些獎勵 那這些獎勵的多的這個融基率 由國家變成一個銀行來什麼 你要來買 那國家就有這個錢去推動了 要社會住宅公益住宅也好 這一些活動就有錢來了 就可以做事了 所以錢要起資於社會 要用資於社會 要好好用 那我就舉這個意義就是 我們怎麼樣 除了我們研究 直接真正的影響到社會上去 那我們談到我們校園 我對我們整個東側門這邊 我也非常不滿意 我們的禮言 我們的整個道 然後要去到那個石小 我們小朋友以前也是念石小 這個人車也是不問題 那非常的不方便 能不能整個車這樣動線 都做重新的思考 而不是在那邊規劃幾個停車場而已 沒有解決的問題 那蓋樓也一樣 我們現在有紫蘭山莊 那現在都已經有做一些規劃 那比如說那個紫蘭山莊那邊規劃 這個傳播學院的院館 行的院館跟那個數位的這個圖書館 的結合在那邊 那怎麼這樣 在紫蘭山莊活化那塊土地 跟當傳播大樓走 移到那邊去那是舊的 你要怎麼樣去思考活化利用 這個有沒有思考 這個都沒思考 你現在又要去蓋一個 蓋公蓋西 蓋一個 那我覺得有些是蓋蓋 但是有些不見得蓋蓋 可以思考 所以最近透過蕭威益 大家又把它佔綁了 大家也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那個 那個所謂的通勢道 佔綁 這是全校的名義的展現 我個人尊重這個名義 但是我個人有個人想法 我也覺得我也不覺得那裡應該蓋 為什麼 土石流就在下面 邊坡 要強化那個邊坡要化好幾千萬 而且還不見得就是一定安全 然後那邊有水要下來 我以前住在基陶樓 那上面有一個很小的湖 那很漂亮的蓋水池 下面也有一個很漂亮的一個 一個花園式的一個小池塔 那高高低的水位很漂亮的 我以前經常在那邊流連畫畫 在工作制宜 那現在呢 你現在蓋一個大樓起來 那個空間也不大啊 但是呢 整個我們路上要過去 你就變成我再夾在一文中心 還有空式大樓 然後你就夾在一個道路上這樣上坡 視野變窄了 本來也有那個洞具都不見了 所以從我個人的觀點 那個地方應該是非常漂亮的 那個人文的一個眾生的一個區 我們要怎麼樣去開花那個地方 所以呢 我個人基本上我是反對 我這個人從來 該講什麼講什麼 不打明明戰 我是反對 但是我尊重大家的意見 大家的意見現在也是戰法 那我們就好好去思考 那所以呢 還有了 還有我們這個大學裡面 大學之道 那個也是編總長的 那時候規劃 但是 就怎麼樣把我們大學之道 從連上來 從下面 甚至有紫蘭山專子連到上面去 那我們以前 事實上思維島 這個材老師可能更清楚 下面就是勾曲 那要不要像那個青川基一樣 把它變成 復國上 變成一個勾曲 能夠出現 而不像我們現在這個噴水池 說實在很難看 我也不破眼的講 有沒有人認為它好看呢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在校園裡面 我們要積極要去思考 要去晉級以及要去把它做改善 更多一些人文社會 人文的這樣一個氣息跟空間 還有哪一位 好 請歡迎 歡迎兩位好 我們進去現代電話 就提到兩個問題 一個是你剛剛有提到說 有些老師他可能非常適合做行政 但是他並沒有機會去做行政 那但是呢 實際上在學校 可能有時候學校要找老師來幫忙行政的工作 實際上老師可能他不太願意 他也許是拒絕 因為他有很多的 因為老師很忙 他也就壓力大不大 然後他必須去就是教學 因為有一定的教學學分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就是 如何在行政這一方面 就是學出行政 那就是說能夠讓更多老師他願意投入 或者說假如不用專業的老師來投入 那有什麼其他的辦法 就是老師跟行政做行政這一塊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想要請教的是說 剛剛你提到的最大的問題是讓學校 走出數項世界看到的政大 那我們的博士生 我覺得博士生他們找工作啊什麼的 都是遇到很大的一個困難 那這個問題要怎麼樣去解決 他們除了在台灣找工作 他們可不可以到其他地方走工作 那具體要怎麼做 謝謝 謝謝藍老師的高見 這個都非常重要的問題 那我覺得第一個 但怎麼老師能夠願意來做行政的工作 這實在也不是所有老師都適合做行政 我剛剛講的意思 我跟他的談話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行政的長才 應該要利用 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做行政 也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做研究 也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做讀書教學 所以這個問題在哪裡 問題是我們這樣的環境 只credit 研究 教學跟行政 把它看作是義務的 沒有給他該有的肯定 你當你沒有給我該有的肯定 我幹嘛要去啊 所以是你這個環境create出來這樣子 所以你要去讓所有該行政專長的 就讓他去做行政專長的做得很快樂 這個教書的鋼讓他能夠多教點書 他如果應你的話 多能夠給他一個正面的積極的肯定跟尊重 那這樣子的話 每一個人都視財視所 而且是在他的位置工作得非常愉快 就好像我今天每一天在我的工作趕快找 我的工作得非常愉快 因為我能夠把我的一些想法知識 我只能夠發揮出來 然後又取得大家的一些工資 我們又可以做一些事情 讓整個環境變好 這就是我的reward 我個人覺得很值得 那你就會去做 相反的 你不要讓那些年輕的剛來 年輕的剛進來 老師你要去讓他做行政工作 那你是害他啊 你本來就是每一個人有不同的階段 在不同的時段 年輕的老師應該讓他 他檢授課這個統一 當初我們設計也是這樣 你要人家限期升等 你不給他檢授嗎 可以嗎 你一定要讓他那個好好 像這些先進老師 他就是應該在學術的專業裡面 多發揮多寫一些文章 多做一些研究 是的確需要 但是當你升等沒有升等的考量的時候 你更應該積極的去從事研究之外 如果你有剛剛講的那些專查 如果沒有你就繼續把你的研究做好 那也很好 你變成一個非常具有影響力的一個學生 OK 很好 自我肯定也是得到人家的肯定 但是如果你行有盈利 所以我們要給你這些人很大的鼓掌上升 當然藍老師也是做過行政工作 而且是從基層做起的行政工作 不是一開始就跳到高的 像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是一個人的學習 但是也體現你的人生的價值 我想你要把這樣的工作 自我這樣子的安排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是會有很多人 樂意的去從事他所專長的那個面向的工作 至於你剛剛談到大學那個 博士班的畢業學生 我們的確現在招募博士生越來越難 那一方面也是我們博士生說老實話 也要強化 我們博士生的能力啊 國際的移動力偏弱 國際的移動力不夠 所以我們要透過這種多一點雙年的協會 所以我們現在積極在推動雙年的博士協會 我們現在跟這個 像這個暑假去 我們這個IDAS 跟這個漢堡的GIGA 漢堡的GIGA 這上面非常有名的一個智庫 那麼找到跟他們這個Porgan Director 這個Dr.Porgan Director 還有他的這個President 他的這個GIGA智庫的執行黨 我們一起討論怎麼樣做雙年雙年的協會 所以我們也幾乎要談成的 我們要簽言 那我們的協生啊兩邊 他來我們也可以去 具有雙重的這場協會 可以開過他的國際視野 可以讓他走出去 另外還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 除了以言能力 我們的國際生 這個博士生加強 另外一個就是兩岸大陸這一塊 我最近幾年從事了非常多 跟大陸兩邊的這樣的一個研究跟教育 那我覺得我們的博士生 我們要發展有人國師生 畢業以後可以到大陸去教育 甚至於我們要我們更開放的胸心 把大陸的學生引進來 變成我們政大的效果 回到大陸去 那一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力 先在中國大陸做很重要的布局安排 這個是政大的影響力 因為政大在 我想很多的在座的很多老師 都有這樣的教育經驗 政大在大陸是一塊閃亮的金牌 沒有一個學校從北大清華 我剛剛講的兩岸的國際會議 北大清華人民大學 全部都是跟我們磕磕磕磕的 對我們都是避恭避敬的 我們有這樣的優勢 我們優勢在哪 我們優勢不是在我們的硬體 我們優勢在我們的老師的強項 我們的學術的人力上面 但是環境在變啊 他們現在越來越多海歸的人 他們現在給的錢越來越豐厚 他們錢越來越多要搶人財 所以如何在這樣的一個兩岸的布局 把我們的學生推出去 同時能夠引進更多優秀的學生 現在這個三部六線啊 把很多優秀的大陸學生 我們的學生很多 來了以後啊 讀完啊 我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學生 他是碩士畢業以後 我就鼓勵他練大 練博士班 他說在這邊什麼都沒有 他只好他回去到人民大學 人民大學一說是 莊院長推薦的政治大學 他就入起人民大學 經濟學院的博士班 這不是我們跟他之間的一個關係 跟大家認知到彼此之間的實力 我們有這種可能 所以呢 他甚至說希望我們 未來能夠多一點這樣合作 共同來培養 我覺得我們要有這樣的雄懷 當這些人 就好像我們當初在國外學習 我們留美留英了 回來以後 我們就對那個地方特別有感情 那一樣 我們這邊的這些大陸學生 回去他一定也會 對台灣特別有感情 他都會是我們的種子 都是政大的議員 他都會是政大黨在世界 可以離開嗎 可不可以兩岸這一塊 我覺得我們應該好好折磨 那這些大學的國師生 我覺得大陸高校太多 當然那種二線的三線的那種 不用了 一線程式很好的985的大學 沒有一個不敢輕視政大 只要政大的開口說我要跟你談 他們都非常願意 所以我們應該要把握這個歷史的契機 那麼創造更多的未來更美好的工作機會 給你們這個國師前 當然最終的問題還是把政大的影響力 化回到最大的 謝謝 在下面哪一位要再擺演 主導師您好 那我想再請教一個問題就是 從剛剛的製校裡面 您分享很多是關於 您在擔任社科院院長的時候 推行的許多可能包括在學生 在教師上面推行的制度 那如今如果是要擔任一個校長 那您可能要帶的就是學校的學校9個院 以及就是校務的很多各項的事情 那最後我想請教的是 假設您有幸就是擔任校長的話 您覺得就是您首先認為政大 最急需要做的事情 或是您最想推的一個改變是什麼 謝謝 好 這邊應該帶我到陸陸續續講的裡面 都有談到 不過謝謝優雯的這個提醒 我可以再把它更綜合更清楚的講 論述一下 那社科院我剛才提過 我們的系數多嚴 而且整個規模之大 是全國最大 而且是系數最多嚴的 它本身就是一個校正大 我們怎麼樣去整合這些資源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試點 如果用大陸人畫一個試點 就是一個經驗的試點 那麼怎麼樣才將這個試點 能夠可複製性可持續性 再推動到其他的 所以我現在有發現 我一定要先把自己的驗整合了 現在我們整合好了 我們就跟不同的驗跨驗的合作 那這些可能性 剛剛這個林院長 我們就談了很多 有關於兩邊的驗整合的問題 政治經濟社會 今天台灣的話 我要舉一個例子 今天台灣的發展 在社會科學這一塊 政治經濟社會都表現得很穩 至少社會不會亂 不會像其他國家比較喜歡的性很多 但是這一些發展經驗 可以在短短五十年之間達到的 有實際有哪一個國家這樣 沒有 但是在進一步的去看 難道就只有這些表面上看得到的制度 面的東西而已嗎 沒有 最底層深層的台灣人的基本價值 它跟人文跟文學跟宗教相關 台灣的宗教扮演非常重要的一個 社會底層的一個力量 如果沒有這些的話 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 可以這樣發展嗎 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 也是值得我們誇驗來合作的議題 當我剛剛談到兩岸 我碰到兩岸的時候 我經常跟人家講 你們的經濟發展 跑得很快對不對 十%的經濟成長力 這是世界經濟的一樣 跟台灣一樣 這個社會也在那邊發展 但是我說你們最大的問題就是 大陸現在你們的基本人生價值沒有了 你們在底層的人裡面沒有那個基本價值觀 這個才是大陸發展最大的問題 被遺憂 它應該好好跟台灣的經驗學習 好好跟台灣的經驗學習 所以我認為該做的事情就是跨驗型的整合 怎麼樣去利用資源 然後在校的level 有很多事情校要做 你不能丟給戲跟燕做 現在說金石專案 金石專案給燕跟戲做的 結果你看這個做的 林燕長在這裡 法律系以前的郭明正 郭燕長是痛苦連天 為什麼 我們整合了老半天結果呢 算指標算什麼 我們都是不利的 誰做啊 沒有人要做 戲手更不用做了 戲手能動嗎 敢去動嗎 不是 一定要校的 精實課程 要討論什麼 要討論課是不是要那麼多 要開那麼多 我們的這個遺秀跟寫秀的結構 還有我們的畢業學務真的要那麼多嗎 每一個學生一學期要修八九門課 那在國外是笑話 因為你學的東西都是膚淺不紮實的 國外修三門課就 一學習到三門課就很拚了 四門課那就很少見了 但是你的學的紮實 他有比較少嗎 學的會比你少嗎 沒有啊比你深 如果這些東西都能夠做起來的話 我們的課程的結構能夠即使 那麼大家的loading就不會那麼重 還有那個規定什麼八九十 我以為是這個是教育部規定 因為很多學校根本就沒有八九十 那為什麼我們要設計一個八九十的時數 來限制自己 然後造成很多老師 為了要fulfill那個八九十 我叫拼命開課 因為課很多就稀釋掉 我很可能 我的課開不成啊 我就不能夠meet that requirement 說我開很多 很不幸的開成了 我全部要交 就是這種現象 把大家惡性 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然後丟給戲跟驗鏡做 做你們去精死就好了 不負責任 也做不了 顯然最近幾年的發展 就發現做不了 不可能做 所以未來的校長不管誰上來 這一個我覺得一定要去做 我promise在我的任內 一定把它完成 我有這樣的信心 因為這個不做 政大就下去了 我們也拚不到人了 誰要跟你來 人家在那邊一個學習只有兩門課 甚至更少 甚至一學年三門課 我們不能用這樣的方式說 我們是政大了 所以你們要來不來 這個時機已經過去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見景一級 這個是我覺得 當務自己還有剛剛講的 什麼多延伸的 肯定各個老師 在不同的範圍裡面 都要給他一定有尊重 謝謝 那一位要提出問題 請教莊教授 好 謝謝莊教授 好 謝謝莊教授 過去跟公公公公經驗 達分屬於公務場合 所以看到都是您比較遺棄的一面 今天很榮幸的看到您感性的這一面 那想請教一下 因為剛剛提到有關於學生關懷 其實在 我覺得不是有學生老師 剛剛也有老師 那在行政人員這一塊 其實我覺得 目前本校行政人員 其實在發行委 也會有一些相當的狀況 是我把我的 所等到的工作做好 可是缺少對工作的熱情這一塊 那我想如果您在校長的話 怎麼去凝聚 我們行政人員 對正大的下行力 然後地方的熱情 謝謝 行政人員一直是 我們整個教學 跟這個研究的後盾 那 somehow 我們現在在整個過程裡頭 人跟位子 跟他做的事情 可能我們都要 重新再去好好的思考 為什麼 我們最大的問題是行政 我不敢說他不用心 但是沒有同理性 什麼叫沒有同理性 因為你就激逆於法條 你就激逆於那樣的程序 然後你說就是這樣規定 而且往往有時候 是根本沒那樣規定 你自己便宜行事 但是呢 如果你從當事人的角度去思考 你可能只是改變一個程序的先後順序喔 或是減少了一道手續喔 可能會減少了多少浪費 跟不需要的效率損失 我只要求行政人員 你一定要去同理性去看待 你從使用者的角度去看待 你會覺得你的工作會非常有意義啊 因為你把整個組織變得更輕鬆 把整個組織更的變有效率 不會每一個人經常要跟你指指點點 然後非常不愉快地回去 因為他也知道是狗會狗車 但是呢 明明就是簡單地去思考 怎麼樣從他的角度一看 你就知道問題在哪裡了 那個癥結就解開了 還有我跟幾個中心的主任也在談 發現呢 那個中心還不是沒錢的中心 像我們台灣中心是沒錢的 第三部門也是沒錢的 像有些有錢的中心 他都還在抱怨 整個行政手續太還傻 出一個書 發表一個書要獎勵兩萬塊 還要去他要去補兩萬塊的發票 然後呢 要去找兩萬塊的發票 就是要去造假兩萬塊的發票來報 然後去檢檢貼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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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 我們現在有個工作的評價制度 要切切實實的落實 比如業用能源 那像我在我們業裡面 業用能源雖然他的待遇 因為他不同的規定 所以可能會相對上不利 而且他又比較沒有保障 因為他是業用 但是 當我們在每一個單位的時候 這個業用能源 你一定要讓他有一個身兼的廣道 像在我們業裡面 我如果覺得這個業用能源很不錯很好 我就開始安排一個 他的一個工作的一個學習 然後他可以當有空位出來的時候 順利的接班 我們已經有兩位的業用能源 轉變為實際的學校的同仁 永久的聘用的同仁 這個時候他才會有動力 你看看我們現在業用能源流動力有多高 但是他們又是我們非常工作的主力 非常工作非常重要的主力 因為他們都是專案要去聘的 都是有這樣的需要的確有的 這些人你要肯定他 就是從我們邪經紀的角度 就是要provide right incentive 你要給他適當的誘因 這個誘因讓他覺得工作有意義 同時他又知道他的他未來在哪裡 沒有未來的工作 你留不到人 不管是多麼低的工作 更何況在學校裡面的工作 都是相當具有挑戰性跟知識密集性的工作 我們要善幹這些人 我們要好好的利用這些人 我們在組織的規劃上面 一定要強化如何流財、懶財 我想只要抱著這樣的心 同仁不管他是什麼樣的一個階級 他都能夠扮演他重要的角色 我就要給他一定的肯定 以及給他promise他的未來 好 謝謝 看有哪一位要請教的段教授 段教授您好 其實我想要承接剛剛宜璇委員提到的 就是從剛剛的 就是您的資料理念的分享時期 感受到您的感性的一面 也感受到您對建議的追求 還有人文關懷的注重 那這個問題其實我在前幾天 也有提出來 那這裡也想請教您 就是作為一個帶領政大向前的校長 那也許您給人的感覺也是一個 充滿破例職業感見 而且正直的這一塊 那這可能是一個優勢的特質 那有沒有可能也變成在 人事對待上面成為一種名角或是主角 那所以我想請教說 您未來如果您有機會擔任校長 您會如何體察您所帶領的行政團隊的想法 以及在帥職和圓榮之間 您會如何取捨跟哪一年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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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為你的意見 那理切 我也各位 我剛剛 雖然是可以說感性一些 但是有時候覺得有點失控 表達歉意 因為人到了五十歲以後 我覺得比較容易哭耶 為什麼 因為你體驗了人生 你知道人生是怎麼回事 你知道你人生的價值在哪 各位如果有機會去看一齣歌仔戲 我過兩天也是因為跟我們這個 琴琳老師 因為他現在在戲劇學院當副校長 他邀請我們去聽歌仔戲 我不是只聽那邊的 我是說我在看到一齣歌仔戲 在人間報道的 叫 不復如來 不復欽 欽就是那個欽本家人的欽 他講的就是揪羅摩斯的一生 很多國際是揪羅摩斯去寫的 那看到有一段我也是忍不住 也是剛剛那種失控 不復如來 如來是什麼 不復欽 因為他出家了 結婚又生死 但是他到東北 就在東北這邊來 榮陽的國華 不復如來 如來就是大國 不復欽 欽就是小我 後來他就 剛剛講 太太離開了 回到他們的求職國 他是公主 丈敗 被西洋這邊給侮辱 所以他生了小孩就回去 那離開的時候 他講了一句話 我現在就是人生體驗 就是我現在回應說 感性在哪裡 他說我講台語 因為這個是郭子柯在西洋 他說人生如果怕到老闆 還是國人怕國人的路 他說這是他媽媽跟他在對話的時候講這句話 他講給他太太聽 人生啊走到最後的鏡頭啊 最後呢個人還是走個人的路 不管你多親密 不管你是父子 你是母女 你是父親 你是兄弟 你是姐妹 各種各種 我聽了也是眼對指令 為什麼 這告訴了我們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你要珍惜現在 你要珍惜你現在的每一分每一秒 你要把你這個人生 該做的事在每一分每一秒裡面把它做出來 體驗你的人生價值 我現在的人生價值很清楚 我做的公式 我就把這個公式該做的事 能夠做到最好 我盡量去做到最好 把整個環境能夠create出來 因為我很清楚我要做什麼 但是我也知道 有很多的老師他不愉快 他不快樂 如果你要讓他快樂 他知道他要做什麼 那個性無感 是我們現在效應缺乏的 也是我們能量沒辦法展現出來的地方 所以我這幾年的工作生涯 說老實話 也讓我變得圓榮一些 雖然我講話的時候比較慷慨激昂 但是呢相對上 我也比較圓榮這些 那個朱子有一句話 他說 海不持水 故能成其大 山不持土 故能成其高 我們要能夠海納百川 這個也是我經常用去告訴中國大陸的 你要有那樣的胸襟胸懷 來對待兩岸也是這樣關係的 看待 你大國 一個大國就要有胸襟要有大 你大你才能成其大 你有那個胸襟你才能成其大成其高 一樣的 我們要推動這個事物 不是說我的魄力不是展現像蠻力 我剛講的 不是說我要硬幹 那硬幹當然有魄力啊 但是問題是 我要採取的就是類似這種 審議是民主的精神 我在那個 上次跟偉銀的報告裡頭也是強調這一點 一定是由下而上來反應這個意見 然後集合大家的意見 包括老師直言學生的意見 只要大家形成共識 我就一定把它執行 而且認真的執行 我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做得到 我未來是我也這樣自己期許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我願意啊 跟各位啊 報告我的理念自己 我不想要畫很大的大筆 大家要畫大筆寫書可以寫這麼高 因為太多資料被湊了 你可以寫很高 沒有用 你能不能做什麼 什麼事情是最終要做的 點出來 然後告訴人家 你能不能做 也不是滑嘴皮 證明他能不能做 先看看給他位置的時候他做了什麼 他如果都不能做 你還指望他來做這裡會做嗎 我想這個道理應該很簡單 那我也不用多說 我就只告訴各位 今天就是跟前校師生 共同的承諾跟見證 如果我有機會 能夠為大家服務 我一定竭盡所得全力以赴 謝謝 請各位珍惜發言的機會啊 還有哪位也要發言 是 謝謝莊教授 那因為您的專業是在經濟這一塊 那有關於剛剛談到的 有關於資源分配整合 這塊也談到相當的多 那目前像學校底大計畫 也其實有相當大部分 經費是藝術改成大書院這一塊 那不曉得對於未來 像底大經費繼續減少 那對於這大書院 這個方向 您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是轉型還是覺得 可以用別的方式 還是不需要再繼續存在 謝謝 謝謝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柏雅教育 我剛剛講過 跨領域的學習 這可能在以前柏雅還沒強調那麼多 因為以前領域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不同 但是到底是一樣的 這樣的一個柏雅教育 的確是有必要 但是他應該不是像正大書院這樣的方式在亂 在國外 您如果去看一看國外的經驗 人家是先有書院的 書院是實體的 一開始就實體的 細所、夜所根本沒有 學院哪有 沒有 他是先有書院的 因為他先有書院 然後再發展不同的專業 因為專業越來越分工了 所以才分出不同的專業 那一開始的書院一定是整合形式通式的 是一種柏雅型的 但是越來越不能符合符合 所以才分析、分驗 是這樣子來的 那我們現在 那因為我們分析分驗 我們現在要柏雅 然後回過頭來 我們去穿那個書院 錯了 因為那個架構體系不同 而且跟線型的架構 比如說我們教化中心 比如說我們通信中心 通信不是也是在講柏雅的嗎 諜闖教育 說到什麼 就是結構性上面 你不去好好思考 你就因為有一個理念 你就先蓋一個東西 然後現在還要想辦法實體化 但是前校好像又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實體化現在又不能進行 還好 因為大家顯然沒有共識 那我要的就是要共識 那我現在是點出這個問題 大家要好好來討論 柏雅教育當然要 但是他不同 他是一個前校型的 他不是個別自己細索的 既然是前校型 他就要顧及到前校裡的利益 這個前校型的利益就是 他不能變成少數團體 貴族化、階級化的表證 為什麼柏雅教育的學生 就可以住宿 其他學生就不能住宿 很多中南部的學生 他就住不了宿 因為柏雅教育的學生就佔了 這樣公平嗎 而且柏雅教育如果強調是住宿的學習 我也同意住宿要學習 這關懷廣裡面強調也是要住宿學習 因為如果你不住宿去學習 你怎麼養氣體現呢 你只是大概上半就走掉了 住宿學習是需要的 但是不是給少數人學習 住宿學習是要變成一種氛圍 一種環境是所有人 不是柏雅書院 所有人都要學習 所有人都要透過住宿的學習 如果這個住宿學習能夠廣泛地普及的話 我想這個柏雅教育也要普及 所以柏雅的教育是重要的 但是他要變成是正大是一個柏雅教育的大學 不是因為正大有一個叫做柏雅正大書院 所以他叫正大 我想我的理念是這樣 我也很清楚很坦白的跟各位講 有人可能不喜歡我的意見 但是沒關係 我們這個就是要跟大家溝通 那我的想法 大家應該到目前學校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那我只是提供我自己的想法給大家思考 那麼到時候一定是大家一樣的 但我要點出一些問題出來 讓大家做一個思考 這個思考裡面就包括了 就是那個疊床駕屋 其實這只是其中是一例 還有很多的歷史 我們都要朝這個方向一一來解決 那你做行政就要有擔當 就要做解決事情 如果你不能解決事情 我真的講 那你就不要做這個位置 這是我的理念 所以呢 我一定這樣跟你分享 柏雅教育應該是全面性的國家 那我也支持 因為現在單一的學門 單一的演藝已經很難 現在有哪一個工作 除了工程的以外 但工程他有一個風險 你越專精的時候啊 你的技能越可能被淘汰 這就是現在的問題 因為現在摩斯底裡還要快速的 那個IC產業 你看他的變化速度之快 技能之快 你的那個專業技能 如果只能夠盯在那個技能上面 你很快就落伍了 那能盟社會科學 還沒有這樣子的局破 但是能盟社會科學要掛 要能夠鋪成比較深的內涵 那這樣的社會科學統整能力 就能夠強化他的專業能力之外 還有更寬廣能力 你絕對發現不了說 現在社會行業有哪一個行業 是針對哪一個系所的 很少啦 而且你會發現很多行業的頂尖的 或是有名的 或是很有成就的人 他都不是那個專業的 那你說他不是嗎 你說他不夠專業嗎 不是 他有很高深的這個能力在那裡 不然他不會今天事業做那麼大 工廠做那麼好 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要培養多元的人力 那他會體現在哪裡 那就看他到時候 給他怎麼樣的機會 那他只能把握到多少 發乖發樂就會展現出來 我想政大就是要訓練這樣的人才 所以我是支持國藥教育 好 還有最後一次機會了 各位哪位要提出來一下 請教莊教授 來 謝謝 郭文言 我還是莊教授 我的問題很多了一點點 那就是我這邊想再請教莊教授 還有一個問題也是剛剛的交流年別 比較沒有聽到的部分 就是其實學生最近很關心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現在大學可能為了 讓辦學的機梢更好 或者是有更好的師資以及課程 但是同時又面臨生活物價的水準提高 那所以大學辦學成本其實是提高的 那也會轉來轉換在學生的學習成本上面 那這部分不知道 您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 以及因為您對學生是十分關懷 以及您很注重這個部分 以及您剛剛提到甚至希望讓學生 在上面就有一個國際化的環境 所以這樣子的困境 您要怎麼樣處理跟應對 謝謝 謝謝您 那整個各位對整個學校非常地關心 能夠反映一些學生的意見 那我一定是實問實答 一定是好好來回答你的問題 那的確這個成本在增加 是現在我面臨的現象 那我們也知道使用只要不會 但是以目前的成本結果來看 你就知道你付的費用 特別是在公立的學校 是大量的國家資源的補貼 你念完一個大學大概國家補貼 給你一百萬百幣 在公立的大學裡頭 所以說學生現在都是 你配的錢是不能跟你所享受到的福利相比你的 相比你的 這就是低協會的政策這樣 但是我要強調 低協會如果普及到大眾 那我是贊成 但是如果你現在再認真的看看 現在的現象 不要說別的 就算我們政大好了 學生的社經背景是在中上以上 我們頁裡面要發一個所謂清寒獎學金 清寒還可以容易 只要理想寫一下 中低收入獎學金給同學 很難找不出來 顯然我們的學生結構 如果要真正反應這個學生結構的話 他們是享受國家最大的約會 但是他是付最少的錢 為什麼 因為中低收入的學生在哪裡 在私立下半段 後段班的那些學生的學校 他們付的協會是 我們學生的兩倍的 這樣公平嗎 大家都在講公平 這樣公平嗎 但是我的問題也不是說 那就不用長協會來講 不是長協會 不是定定長協會的問題 而是讓有能力付協會 而且享受比較好的品質的人 他要付比較好的學會 換句話說 我們應該要長一些協會 讓付得出來的人多付協會 但是對於那個中低收入的 對於家庭狀況比較差 他還是可以享受低協會 所謂的低協會 所以不是說我用兩個價格 差別取價 你也沒辦法差一下 是一例採取比較高的價格 然後呢 我給你應該有的補貼 我給你獎學金 這些配套都要認真的去處理 那給那些人呢 給了以後他負的負擔 就跟他沒有賬價錢一樣 對他就不會有負擔 但是該付錢的就多付錢 這樣才合理才公平 另外一個 我如果有機會 我一定要想辦法去增加 偏鄉地區的人到政大來讀書 也要給他一定的名額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看環心計畫 有些政策的政策還是對的 我們從環心計畫到這個 所謂的參加這個學測 然後到這個指考 廢後分化的學測 你來看看我們政大統計 後來我就問台大也是一樣 環心的表現 要比這個推真的好 推真的表現 又要比指考的好 表示什麼 表示環心的只是他們一起 如果沒有環心計畫 那些人進不來 但是他們進來了 然後有比較差嗎 沒有喔 表現還比你好喔 這什麼意思 現實的不公不義的情況之下 讓這些學生沒有機會進來 所以我們一定要發覺這樣的學生 進到政大來 給他適當的教育 我想這些學生畢業出去一定是發發發樂 他一定會時時刻刻 會爆達這個股校 我們不是也希望校園能夠回饋嗎 他們未來 因為他們是一定是這種平手之足 好好打拚的人 因為他們從地下階層上來了 教育作為一個社會階級流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載具 我們可以讓這些人上來 他們就會感恩的心來回饋你這個學校 那個能量也會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 我認為 我認為我的學會真正 我學經濟流 我就告訴你我的想法 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而不是說業低業 大家也都知道 付了業低業好 我能夠付業低業好 你最好不要長我價 但是我們如果從整體的資源分配 跟所謂的公平正義來看的話 那麼該付多的還是付多一點 其實該付多的付多一點 這就是你的社會責任跟一樣 其實我講的就是公義嘛 你就把它當作我是在我有能力 那你救濟別人或是你有能力付多一點 事實上我是要給他補長的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能力 當你有能力的時候 就多給一點的這個社會 那這個社會實際上會回饋給你的 可能還要更多 至少你的心理會得到很多 所以我想我對學會的政策大概 我的想法是這樣 謝謝 還有沒有哪一位要提出疑問 就是請教莊家做的問題有沒有 那麼剛才主辦單位有講過 如果沒有照資金的時候 如果沒有法官 那麼我們的時間就要解除 我請大家記著 那一個人的能力 視野 尤其是他的品格 決定這一個人一生成敗的關鍵 一位校長他的能力 視野和品格 就決定這一所大學能夠不能夠成為 可以改變世界的力量 希望各位認真的思考 要珍惜自己在現在所擁有的選擇權 謝謝各位